現在有規定 在行人穿越道上面 只要行人是旅行人 在通行的時候 三個整目紋的距離 你要離讓行人 不是沒有發生車禍 你就可以直接走 離讓行人 暑假機車事故攀升 根據110年到112年數據 雙北機車事故比例 佔八成以上 雙北交通局共同宣誓合作 加強機車違規取締 特別是闖紅燈 未停讓行人及超數 盼大家都落實安全駕駛 因為雙北是共同生活圈的關係 每一天從新北市 進到台北市人口數 大概有78.9萬 所以新北市是 進入台北市人口最多的一個城市 另外雙北機車的登記數量 也是主延的增加 到4月份位置的統計資料 已經超過320萬 意思就是說 雙北在機車的使用是非常頻繁 然後互動非常地密切 另外我們從機車的事故資料 去做一個分析 西中事故裡面 台北市跟新北市 都有大約超過8成的 這個事故的比例 是來自於機車 那我們把其3年的 相關機車事故資料 做一個分析 我們發現 在6月份一開始 6月份開始一直到年底 大概是機車這個事故 逐漸往上上的一個趨勢 因為我們也把台北市的這個 機車史上的資料 做一個整理 那在這裡面 到5月份為止 我們較去年的這個統計 是減少了13% 那較前3年的平均 是減少了11% 這個趨勢圖 是可以看得出來 大概5、6月開始 會有一個往上走的趨勢 另外我們從這個相關的 違規資料跟事故資料裡面 去做一個分析 近3年這個活照駕駛人數 大概是從6月開始往上走 另外在7月的時候 這個違規的人數會偏高 那7到9這一季的 這個違規人數 高於確定的一個平均值 所以我們將這個 重大違規的項目 包含活照駕駛超速 然後闖紅等等 對於這個交通影響 比較大的這些 違規的情況 當成是我們今年 目前在執行的這個執法的一個重點 那另外 今年來我們大概會針對這個車 不停讓行人的部分 也列為一個重點 因為這個行人地域的部分 還有這個交通安全 也大概都以這個唯一的核心 就是希望 車不管是在行使的過程中 都能夠注意到行人的安全 那我就用這張圖來凸顯 來說明我們為什麼要跟雙北 一起來合作 今天這樣的一個專案 從時間點來看 各位可以看到 六月到年底 我們那個雙北 兩個城市 加總起來平均三年 他的計測事故的那個 見數一直在增加 所以大概六月七月 這個時間點 我們一定要大力來做這個宣傳 還有做一些執法 因為這裡面有太多太多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最近剛好都是高中畢業 考大學 還沒有取得那個駕照 所以暑假的時候不照駕駛的那個量很大 第二個 我們看到暑假的時候很多都是騎很快 甚至闖紅燈的事故造成的傷亡也很大 所以我們必須跟雙北一起來合作 來告訴我們的年輕朋友跟家長 我們有這個專案 請大家真的是不要輕握好自己的生命 那這邊都是我們統計式 那個機車事故 在雙北都大概 犯了八成以上 所以這邊也就是說 特別再說明一下 為什麼我們選擇 選擇這個時間點 為什麼我們要跟雙北 大家一起來合作 來做這樣的一個專案 那請我們各位媒體 能夠幫我們多宣傳一下 雙北配合公路局 推出道路安駕訓練課程 教練會指導如何預防性駕駛 碰到事故第一反應 應避免摔車等 根據統計 上完安駕訓練課程 和沒有上過課程者相比 事故降低35% 年輕學子都認為 只要騎上路他就會騎 那其實我們一直在鼓勵 就是年輕人要去參加那個 駕駛訓練 因為他會告訴你 怎麼樣叫做防禦駕駛 如果你不小心 就是發生的意外的狀況下 怎麼樣保護自己 讓自己的那個 受傷減到最低 那也可以提醒說 在什麼狀況下 你要去做什麼樣的動作 才不至於說會摔車 或者是會造成更嚴重的傷亡事故 所以依據交通部他們這邊的統計 就是參加那個安駕訓練的 取得駕駛之後 它的那個造勢的風險率是 降低35% 所以現在交通部 正在全國都推廣 大家要去參加機車安全駕駛訓練的課程 可以降低相關的事故 而且提升正確的用路跟路權的概念 才不至於造成更嚴重的傷亡事故 雙北也在這個機車駕駛的推廣 不遺餘力 總之早我們就開始做了這個機車駕駛的 補足計畫 那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個專業的教練和 系統化的課程 告訴我們這些主學的這個機車駕駛人 他正確的騎乘技術與知識 那根據公路局的這個統計分析 發現就是參加駕訓的這些學員 在後續的這個違規的風險值 降低156% 那造勢的風險值降低35% 所以他對於這個騎乘機車是有很大的注意 就是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孩子 或者是我們的年輕人 是用生命在步上去的孩子去騎乘 那另外這個駕訓的補足 然後在去年其實公路局這邊也有針對 這個金融駕照的這些駕駛人 也提供了這個道路按駕訓的計畫 那這部分也是希望能夠透過這些實際騎乘 增加它這個路感之外 也可以提升它這個時光狀況 應變的一個能力 然後也知道這個防禦駕駛的很重要 受到基北北桃共同生活圈影響 又以新北進入台北的人口最多 雙北機車登機數逐年上升 截至今年4月為止 已經超過320萬輛機車 考量暑假交通事故 具有偏高的趨勢 很多年輕學子不懂路況 甚至也不懂法規 因此雙北市一起宣導 機車事故防治及警察執法宣示 記者文君 台北報導 請大家多選擇 好 請多多選擇 請多多選擇 請多多選擇